大家好,今天我们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我需要一种投资方法? 如果答案是应该有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一种方法? 马萨西罗给我们一个经句,就是论语的伟灵公编,公欲善其事,逼先利其器。 想象一下,你正在玩异项运动,比如打高尔夫球、羽毛球、乒乓球,和是你喜欢的其他运动。 你记得吗?在你开始比赛之前,你做了什么转身?在比赛之前又做了什么战术? 在开球之后,你的反应又是怎么样? 体育运动 自胜策略跟投资策略是一个很好的类比 当然,投资是比较复杂的 第一个,我们回想开球前的四个步骤 第一,勘察周边 认可潜在的干扰 有没有 第二个,我们确定发球的位置 方向和力量 第三个,我们预测可能的反规的位置 方向和力量 第四个,我们对可能的障碍 从最后的评估,比如说风啊,环境啊,阳光啊,灯光的方向 开球之后 我们一般人有两个反射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眼睛跟身体追踪发球后的结果 第二个,我们立即会理解预期效果跟现实的差别 从这个差异之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应对 很多事情会想到 再有人问 我已经是顶级球员了 为什么我还需要教练? 为什么我还需要继续培训? 理由一,你看不到自己的弱点 为什么在你打球的时候你就看不见 你需要有教练 没有人看到你就不能及时去应对 你会解决你的弱点 第二个,如果你要 你要保持高水平,你要稳定性 你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去训练 去培训自己 顶级的 那一种方法的意思呢? 在实在的状况 我们要保持高水平 这种方法的一个投资建议 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通过我们的培训视频 来解读 如何去将 Drill的一个方法 不论去应用在 现在的金融环境 让你可以忠心学习 要提醒大家 我们需要用务实的态度 去看 去预测我们投资结果 不要指望 每天使用5到10分钟的投资视频 就可以为你带来 数十年可期续的资产增长 短期的投资 提供给你乐趣 给你市场的意识 但是99%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些投资活动 不会为大部分投资人 带来长期的资产增长 从来没有仓出和超照的 出照的决定 会带来可期续的资产增长 你需要有一段时间去建立他 前不入即门 你可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 从全球 只有几个 常盛的 一个基金经理人 是不简单 不容易 不常有的 所以 你应该有自己的投资风格 你要全面 你要全面 思考 投资方法 和 drill 开启 第一个 如果你 如果你 采用没有经过 严格的 科学的 验证的 投资方法 会导致你 你没有办法去理解 跟评估你的投资状况 尤其是在现在的动荡 不安的投资环境里面 第三点 你应该采纳我们的赚投投资法 尤其是我们总财富理念 因为它包含 个人的健康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这个总财富理念 才是能带你走得很远 跑得很高 我们 会在下一个视频中讨论 赚投投资方法论 比较深入的一个揭晓 谢谢大家